多謝主席 剛才我提到的所謂大橋工程言誤 就不像建制派所說 因為公民黨或他們過去選舉宣傳經常說 公民黨司法覆核導致大橋工程言誤 政府提交給立法會民記也說得很清楚 大橋施工之前的工作言誤的原因 因為內地顧問需要較長時間對這個物理模型作出調整 而大橋的香港口岸詳細設計和工地的工作言誤五個月 就因為要額外時間進行香港口岸國際概念設計比賽 然後再就上蓋建築進行詳細設計 全部都與司法覆核無關 無論如何 大橋工程的最大言誤 就像11月路政處深夜所發的新能稿所說的 物料供應不穩定 勞工短缺 航空限高 和環保限制 填海沉降表現比預期慢 等等的原因所造成 這些大部分令到工程研究的原因 就是因為特區政府的工作監管本身有問題 我想問問局長 這個監管出了什麼問題呢 如果是監管有問題 你承不承認監管有問題 你先回答我這個 承不承認 副局長 主席 在我們的文件裏都給了大會 不是你回答我 你承認監管有問題 承認有很多種 當然了 我們本身的監管工作 我們可以做得更加好 但有些客觀的環境因素 確實發生了 那是什麼客觀的環境因素 你說吧 主席 我現在問你 我剛才提出的那些因素 大部分是因為政府監管不力 或監管出了問題 我問你同不同意監管出了問題 你回答我 不同意 那你便解釋 同意 你便告訴我應該怎樣做 是這麼簡單 你何必和我圈圈著文件 是不是 港澳大橋工程延誤 和政府監管有問題 是不是有關係 你回答便可以 有還是沒有 即是與你無關 沒有就是 現在我們這些納稅人的冤稅錢 就和你無關 你不需要負責 是天的事 你讓他回答吧 黃毓民 你講完他便讓他回答 死人都是天的事 是不是這樣 主席 我覺得就這個問題 可以具體一些討論 我們在文件裡 的確是很詳細解釋 譬如一些高度 機場的高度限制 如何影響了 承建商本身的施工時間 這些是有解釋到的 勞工整體的因素 不是我告訴你 阿幽毛 不是叫你 答那個 工程延誤的原因 你解釋 而是我要問你 工程延誤 和政府 監管不力 或者監管出了問題有關 你同不同意 主席 如果你要我 你不可以在這裏解釋 和航空限高的問題 填海沉降工程表 我們全部解釋給你聽 不是你解釋給我聽 我有沒有責任 我現在問你 主席 如果你要綜合而言 我看不到 我們老政署的同事 本身在監管問題上 出了一個問題 不過 如果你指出一些具體的地方 看到 如果你指出一些具體的地方 看到 我們本身的監管人員 是有不善的地方 我們願意去聽 和看看有什麼方法改進 我剛才提到的那些 你可以給我們一份文件 是否跟監管有關 你不可以現在這樣的方式 回答我 你指出哪些地方監管有問題 主席 很簡單 我們的文件 在PWSC 2015-16 十四文件裡 有詳細解釋了 每一個情況 其實很簡單 我的問題就是要你認衰 時間夠了 好吧 時間夠了 好